住的要安全 行的也要安全 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一种倾斜式公车呢 一部指南客运530路公车 车身严重的倾斜 但却照常开上马路 这辆公车就这样子一路斜斜的开 感觉随时会翻车 而且车子从早上发车之后呢 就沿着新龙路 罗斯福路一路到台天大楼站载客 一整天下来已经载了不少的乘客 最后呢是因为北市公共运输处 接到民众检举才紧急通知业者检修车辆 但如果发生意外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